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将有些种族被彻底磨灭了 让他们心有忌惮 大乱将起 两大文明体系终要碰撞了吗 叶凡亲眼目睹了古族联军远去 古族很彪悍 强者如林 但是这批探路的人若是在那边搅风雨 却也不见得能只占到便宜 毕竟永恒古代时出过神明 天之村传出一片欢呼声 成了 第一阶段的进化也炼出来了 万物木器顶被仙物缭绕 喷勃出一片锐彩 宝叶 晶莹 减齐很高 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 收起初夜 继续萃取第二阶段的进化液 自这一日开始 李黑水 丽天 燕一熙等人开始闭关 以第一阶段的进化液冲击高境界 至于圣皇子 姬子 则最起码需要第二阶段以上的进化液才有效 血脉与实力摆在那里 而今只能等待 叶同到了斩道的关键时刻 不允许用此保叶 他前途无量 这种关卡需要误道 而非借助外力 靠自己闯过去才行 又过去一个月 第二阶段的进化液成功 姬子 圣皇子闭关 如叶凡过去那般将进行突破 第三个月 万物木齐顶在山中沉浮 亿万霞光 各种异象呈现 青龙 仙皇 飞仙 古神同处 大道轰鸣 光辉万丈 更高一阶的进化液 炼成 太古王族联军远征 被众人寄予了厚望 虽然是探路性质的 但一旦摸清状况 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场大机遇 最强进化液成为了众人的魔政 各族都在等待消息 待传回具体讯息 将会出动铺天盖地的大军 天之村变得宁静了 连大黑狗都留着哈喇子去闭关了 洗练肉身进行突破 随着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进化液相继成功萃取出 天庭重要人物都开始做官 没有剩下几人了 杀圣微然不动 依然如石像般 盘坐在一株古树下 守护万物母气顶 除此之外 叶凡也是自由身 他在等待第四阶段的进化液 第三阶对他无效 不能相助他进阶 这些天来 他一直在翻阅自然大道 钻研这本古经的经意 深刻体会到了成圣的艰难 这是一道天官 迈过去破茧成蝶 可是 想从一条虫化为一只鲜艳的彩蝶 谈何容易 古往今来也不知有多少人结 被挡在这门户外 古来一晚修饰 并非化蝶 而是重死茧中 难以破关 叶凡看把良酒喝上了古卷 他在等第四阶段的进化液 只要提炼成功 那么他就可以更上一层楼了 可占圣人 天之村还有一个人 为用进化液 那就是叶童 即将斩道 一切都要靠他自己 叶童打算游历天下 为斩道而进行最后的冲击 师父 我打算出去转一转 寻找破智谷的契机 叶童打算游历天下 为斩道而进行最后的冲击 叶凡点头 去吧 师兄 我跟你一起去 我们绝带双交同出 四海皆福 小光头花花说道 人小鬼大 他自然是个自由人 屁颠屁颠的到处跑 老实去修行 叶凡将他轰走 万物木器顶 契机祥和 几个月来始终被鲜物包裹 越发的不凡了 进行炼药 与大道共鸣 对他来说也有好处 鲜光喷勃 各种秩序神炼四射 红尘器不能近身 他通体转刻满了符文 那是复杂莫名的道痕 伴随过去的各种劫乏而生 叶凡看了一眼自己的顶 心神空鸣 闭上眸子再次开始参悟自然大道 外界 太古各族都在期待 希望永恒主星传来好消息 净化业很重要 让他们心中渴望 这段日子风波平息了一些 各种神性物质的争夺告了一个段落 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能交易的了 叶童化成一个平凡的青年 一路苦行进入了中州 他在问心 究竟缺什么 他在问道如何斩破 这一路上他忘记了其他 无我无物 心中只有斩道二字 直到很久后 他想到了幼年的悲苦 没落的太阳神族被人全灭 想到了那个老仆人为救他而终 想到了那时的自闭 一个人 一个人与小动物自语 最后他又想到了叶凡 是这个师父救了他 传他法门 点开他的仙台 让元祖的太阳真经 奥义于心中自现 他拥有一部无缺的太阳真经 这是元祖留在他们这一族血液中的秘密 即便经文早已遗失 可只要出现一个与太阳圣血血脉完全一样的人 就可得到 斩道 斩不尽的执念 迫不尽的虚往 夜童漫无目的地行走 一个人孤零零的 在这斩道之际 他想到了在紫微星 被金屋族追杀灭门时的残景 父亲 母亲 他心中伤痛 幼年的遭遇一一浮现 这么多年来被他自封 不愿去面对 可是要斩到了最为痛苦 最不愿揭开的伤疤 都将会被无情的剥落 姐姐 我想你 昨日重现 夜童眼中含泪 忍不住大叫 他有一个小姐姐 在那场危局中 奋不顾身地救他 浑身是血 还冲着他灿烂的笑 要他好好地活下去 那只是一个小女孩 有着非凡的天赋 是一个天纵奇才 可是太幼小了 没有成长起来 夜童的耳畔还在清晰地 回荡着小姐姐的声音 漂亮的小女孩在临死前 轻轻对他这样说 说弟弟要乖哦 流着血 流着泪 带着笑 让他一定要活下去 长大成人 小姐姐 我活下来了 夜童泪水滚落 伸开手 向前抚摸 想要触及那面旁稚嫩 带着关怀之色的小女孩 她在笑 却带着泪 在那家破人亡时 安慰他 让他坚强 金屋在呼啸 一道道金光 划过长空 破败的宫殿 没落的家族 而后逃亡向大海 无尽地追杀 死了 都死了 鲜血七眼 一条条生命在凋零 一个个亲人远去 抓也抓不住 站死在他的前方 为他争取生路 夜童哭了 虽然过去了多年 但是那发生的一切 却历历在目 让他痛彻心扉 斩道 最残酷的一条路 一切都会重现 一切都要再次经历 陈锋多年 夜凡救了他 却不能彻底救他稚嫩的心 那个幼小的孩童 被他自己封在了心底 而今 伤疤揭开 血淋淋的 昔日 那个孩童出现了 我给他帮助一个人 然后我给他一切都要